好的,各位同学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77课的单词。 这课的单词数量非常非常之少。 那我们来从第一个单词开始看起。 这个单词长得有点长,我们一块读一下叫appointment。 appointment,OK? 它的意思叫约会或者预约。 有同学学到这儿特激动,哎呀,我终于知道约会怎么说了。 但是,你所想的这个约会跟这个不一样。 什么不一样呢? 看好了,你所想的那个约会叫做date。 而我们说上这个单词appointment,所指的意思叫什么呢? 所指的是商务场合的预约或者叫约会。 比如说我们商量几点,我们一块谈点什么事儿。 或者呢,我约了医生几点看病,就这种情况下呢,叫appointment。 而男女之间的这种呢,我们叫date,OK? 好的,那么这两个单词呢,他们的词性都是一致的,都是名词。 这呢,就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和习惯就不同了。 我们觉得约会应该是个动词才对,是吧? 可是现在呢,是个名词。 那么,怎么办呢?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,我们知道,当你想把一个名词变成动词的时候, 很简单,就是在它的前头加上一些万能词, 跟它去搭配就可以了。 所以,这里的预约,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万能动词,叫什么呢? have。 所以,预约就叫have an appointment。 have an appointment。 好的,当然,也可以说什么? have a date。 have a date。 所以这两个名词的用法是一样的,OK? 好的,既然这样的话,这两个短语就变成了动词短语。 所以在表达的时候呢,大家需要注意。 我们先举这个例子,比如说,你要表达跟谁约会,叫什么呢? 叫have an appointment with,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. 比如说,我跟我的牙医约好了,或者我跟我的牙医有个约会, 都可以这么说,叫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dentist,就可以了。 再比如说,他呢,昨天跟他女朋友去约会了,那怎么说呢? 叫he had a date with his girlfriend,就可以了,OK? 好的,这就是关于约会啊,这些词的说法啊,用法啊,什么这种意思,OK? 好了,接下来,再来一个单叫紧急的,读一下urgent。 urgent,这个单词呢,是个形容词叫紧急的,或者叫紧迫的。 它的用法呢,其实也很简单,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一个名词前头, 比如说,这是紧急的事情,紧急的事情叫urgent business, urgent business,就可以了,OK? 那再接下来呢,我们要拓展一下,就这个单词作为形容词很简单, 我们现在要说,当你要表达,你特别坚持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 就叫做urgent to do, urgent to do,好,那怎么个用法呢?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,我说,his father is urgent to get a girlfriend for him, 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他爸坚持要给他找个女朋友, 就是那种着急的爸爸,着急的家长属于,好,再来一个, his mother is urgent to arrange a blind date, 这就更夸张了,大家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词叫, a blind date, blind这个单词的意思叫瞎的,看不见的啊, 那么这里的a blind date呢,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呢? 相亲,也就是说,我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, 我就去看一看,我什么都不知道,其实, 那我就被安排了,就这种,就叫a blind date,OK? 那你看这个句子所说的叫什么呢? 就是他的妈呢,坚持要给他安排一个相亲, 就这意思,所以这个人简直水深火热啊,处狱, 好的,那么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单词叫urgent, urgent to do,就是这意思叫坚持要干一件什么事,OK? 好了,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单词叫直到什么为止, 来,读一下till,till,这个单词呢,请大家注意, 首先,它可以用在否定和肯定句当中都行, 其次,它一般后面加个时间点, 表示直到什么为止,或者直到,啊,这个意思, 好的,那我们来举个例子,我说, I will till 10 30,什么意思? 啊,我一直等到十点半,就这意思,OK? 好的,再接下来,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, 这句话当中呢,有一个短语叫put off, 它的意思叫推迟,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说, 永远不要推迟,till就直到什么为止, 就直到明天为止,意思是说呀, 我们做事呢,要有安排有计划, 按时完成,不要推迟,不要拖延,就这个意思,OK? 再来一点,叫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,OK? 好了,这一课的单词我们就讲到这儿了, 对不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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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 谢谢观看